有請馬雲先生 還有謝霆鋒先生 還有方方先生 還有李根興先生 這個時間交給Steven 好啊好啊 第一條問題是來自台灣的 這個是紀馬先生的 他想問你對遊戲市場的一個看法 他在台灣那裏 因為他說沒有辦法 可以 當然是來到這裏 1點鐘之前 可以可以 我已經講了 你可以回答 我還沒看清楚問題 就在下面 他開始那個遊戲 可以幫助 請教你對於遊戲這個市場的看法 以及能提供給他們一些意見 可以幫助他們成長 這是台灣的朋友 OK 謝謝台灣的朋友 當然我 我真不懂 不是太懂遊戲市場 因為我本人阿里巴巴集團 不投資遊戲 這個是十年前我們做的決定 因為十年以前呢 中國所有的互聯網公司都在做遊戲 我覺得第一 做遊戲的人太多 我們少做 第二 中國是多生子女的家庭 所有人都玩遊戲 我們公司 我相信我們這個國家 這個社會都會有大問題 我相信有一天 遊戲會走下坡路 所以我們沒投資 我們選擇了一條 誰都不願意幹的路 其實內部在2006年 我們公司內部有一個目標 我們要跟世界搶戰 未來中國的年輕人是上遊戲的人多 還是上淘寶的人多 今天看來我們基本上50-50 我們希望讓更多的人在網上 進行建立信用體系 而不是把時間劃在碗 但是今天來看 我自己覺得還是需要遊戲 但是這些遊戲要抑制 要健康 不是傻傻打打這些東西 所以呢 我覺得今天遊戲 在手機遊戲市場上 一定會很有機會 無線互聯網的遊戲 又帶來新的機會 人們可以在碎片時間玩遊戲 所以這是我的 這個 very unprofessional advice 非常專業 第二個問題呢 是 閃家琪問謝霆峰的 她的問題是 基於什麼考慮 去選擇 你自己所創的行業 是哪條路 你考慮的是 基於現在有的人才 自身的經驗 還是廣大的人物 人物的網絡 我想是經驗 因為我覺得 創業 首先你一定要 先決條件 就是你一定要很愛那件事 我自己做這個後期公司的時候 因為 在2002年 我在拍戲現場 經常都遇到很多 所謂做不到的事 為什麼做不到呢 導演 希望在這個鏡頭 加一些爆破的場面 但是畫出來的 用電腦特技畫的飛機 撞到不知哪裡 整天都答案是不行 那時候我還在唱著 我叫你約蝴蝶 想有隻蝴蝶飛出來 行不行 又說不行 為什麼什麼都不行 但是我經常在電視上看到的 那自己的經驗就覺得 真的 其實這件事是不是這麼難 去找一個答案出來 其實經驗就要回答他 嗯 沒錯 李根興先生 Patt想問一下你 怎樣去選擇 嘩 這個很難的 可信的 business partner 生意的夥伴怎樣去選擇可信 可信的business partner 是啊 嘩 這個 是不是很難的 真的很難 一起拍檔做生意呢 我應該這樣說 應該說呢 想起創業的時候 我就想起以下好像 以前真人真事故事 在以前美國Virginia 有一個乞丐 即是乞丐的時候 那些人都很奇怪 那時候就跟他說 有個一仙五仙 去看看 就選了個一仙 後來又再給他看看 五仙這個十仙 又選了五仙 再看看二十仙一元美金 選了二十仙 就是越玩越大 二十仙一元美金 每個人都跟他玩 排斥都跟他玩 後來有一晚 有個撿垃圾的 老叔姐 就跟他說 小孩子 小孩子 我教你怎樣去分別 錢的大小 就是了 知道要怎樣回答嗎 這個 business partner 不錯 他就說 你以為我不會分別這些錢的大小 但是如果只要拿一次大的錢 那些傻瓜 就不會跟我一起排隊 跟我玩 每個人都排隊跟我玩 錢就在我的袋裡面 你說我傻 還是他傻 所以他說做生意一樣 面子放低 最重要錢在荷包裡面 人客能給你錢 你就給他一個 satisfaction 給他滿足感 就是最好的 所以如果選擇一個 business partner 的時候 很多時候 為何說回藝人去創業的話 可能會有個問題 可能在太過面子上就需要 變成一個公司的花費就會大 所以要找一個 business partner 能夠把面子放低 最重要是說現金流 之餘 人家給你錢之餘的時候 都能給予人家快樂 從此一晚不斷地回來玩 這個 business partner 這個乞丐仔 反而是最好的 而這個乞丐仔 就是美國第九任總統 William Henry Harrison 這個經驗很好 我覺得除了創業方面 可以做 我們打工的都可以 面子真的要放低 很多人都說 你做的工作很難捱的 被老闆整天罵 老闆罵我就是 他在付錢去罵我 這樣就可以捱得過 罵一下而已 沒有所謂 還有罵的當中 可能真的學到一些智慧都未定 方先生這個問題 這個朋友 他是從事金融方面的工作 他想請教你這個範疇 可以如何創業 可以給他一點意見嗎 其實在金融這個行業裡面 創業的機會也很多 這個有不同層次 你自己可以去創業 建立自己的 這個天使基金啊 投資基金啊 對沖基金啊 這是一個方面 另外一個方面呢 圍繞金融呢 也有很多服務性的 這個行業 軟件啊 安全啊 信息安全啊 信息挖掘啊 研究啊 我們有很多非常優秀的分析員呢 他後來就自己成立了自己專門的 研究分析的公司 為銀行去賣這個 他的研究報告 這個我覺得也是很好的一個 一個創業 那麼 另外還有一個層次的創業呢 就是實際上在這個金融公司 這個銀行內部 也不斷會有出現新的業務線 出現新的產品線 這時候呢 他都會需要找人來說 你去做這個事情 比如說 這個五年前 大家都不會對這個大宗商品的交易 會很了解 如果一個銀行 開始要去開創這方面的業務的時候 往往是要從其他的部門去挖人過來 來做這個 commodities trading 這是一個new business line 所以這個本身也是一個創業 這個 還有比如說 十年前 JP Morgan 要到中國去開辦新的辦公室 那個時候 大家對中國都不是很了解 需要找人來開辦新的辦公室 去請人 去跟監管機關打交道 去跟客戶推介 who JP Morgan is 這個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創業 所以我覺得 只要你有這種激情 有這種堅持的力量 你會發現 在你身邊有很多 需要用創業的精神去做的事情 這都可能是創業 找一個商機 是的 馬先生這個問題是給你的 這個Steve Chan Pang 有人說有怎麼樣的員工 周圍有怎麼樣的企業 你認為將來中國需要怎麼樣的人才 你認為創業成功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創業最重要的 創業的機會 剛才我想 其實只要有抱怨的地方 有不合理的地方 有人投訴的地方多 都是創業的機會 這世界其實機會太多了 你就看看每天互聯網上 抱怨的事情那麼多 都是機會 你加入抱怨 你永遠沒有機會 你要把人家的抱怨 投訴仇恨 覺得不靠譜的地方 這是滿把的機會 這是第一個 其實創業 我剛才講了很多 創業艱辛很多 但只要你堅持 絕大部分的死在不堅持的路上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希望給大家在座的人 繼續堅持下去 你總會有機會找出來 所以這個你剛才講的那個 中國有什麼人才 中國未來人 所有的創業 我覺得人才我只希望 我不希望他是 我不太在乎 他是哈佛也好 史丹夫畢業也好 什麼大學畢業 我是杭州師範大學畢業 我認為這是全世界最好的學校 如果你畢業於名牌大學 你用心上的眼光 看看那些畢業爛的學校 如果你畢業爛的學校 名氣很低的學校 心上的眼光看看自己 我只希望這個學生 畢業的未來中國年輕人 開放 透明 分享 承擔責任 其實這四樣 不斷地學習 我覺得都挺好的 未來的競爭 香港的競爭跟大陸競爭是一樣 是年輕人和年輕人的競爭 香港不一定要跟大陸競爭 香港也跟全世界的80後90後競爭 這樣你才有機會 好 庭峰問你的 如果因為一些原因 你只可以專注一方面的工作 演藝事業 還是你自己的生意 你會怎樣選擇 還有為什麼呢 那 那 演藝事業 如果不是這個 就不會變成我主業 我剛才也說過 你要創業 你一定要非常非常愛 你說一件事 嗯 我到現在都很喜歡拍電影 嗯 有時做音樂 如果我不是那麼愛這件事 我不會在幾十樓裡 為了一部戲而跳下來 我不是傻 我以為你真的是傻 嗯 Anyway 就說回那件事 我會選 我想我會選 嗯 我會選拍戲 嗯 繼續做一個幕前 我會做幕前 你說 其他的 的 投資生意 嗯 不做主 嗯 所以其實 對那個人的工作 那個熱情 那個激情 那個 passion 都很重要 在亭峰身上 完全可以體驗到 以下這個問題 其實希望每一位 都可以有一個回應 這位朋友 想請教各位 所以各地都發展環保的工業 如果在中國發展環保工業 合適嗎 有得做嗎 方先生 太可做了 這個環保的這個行業 是跟每個人 切身 生活和健康 和事業發展 和社會發展 密切相關的 所以在中國做環保 就像剛才馬雲說的 只要有抱怨的地方 只要有不滿 不滿意的地方 只要有不滿意的地方 只要有不完美的地方 就會有創業的機會 而環保確實是一個 大家現在願意 為了買一個乾淨的水 可以付很高的價錢 現在這個 從西藏 五千一百米山上 拉下來的水 賣的價錢 超過一瓶啤酒的價錢 就是因為大家 要去買乾淨的水 有人曾經想買乾淨的空氣 看來這個比較難一點 但是圍繞這樣的一些食品 這個水 你的環境 生活的空氣 你的出行的環境 等等這一系列 我覺得是一個 巨大的商機所在 而香港這個地方 又恰恰是一個 可以把這一方面的 新的技術概念 引入到內地 這樣一個廣闊市場的 一個非常好的基地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問得非常好 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地方 馬先生我知道 你剛加入那個 TCN TNC TNC 這方面你有什麼意見 可以給你 第一這問題 好問題也是不好的問題 好問題等於 沒問 這個中國環保有沒有機會 當然有機會 關鍵是怎麼做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 我們每個創業者 認真去思考 今天中國百分之八十的四行業裡面 都有機會 關鍵是怎麼做 所以環保 我覺得中國還沒有真正開始 所以未來怎麼做 是最關鍵的 我只是把環保當作公益在做 但是我必須用商業的手法 就是必須是要賺錢的 但是我賺錢還是投入環保 所以這是我的 我是以商業的腦袋去做環保 嗯 李先生 其實呢 我在做環保事業 不知道大家覺不覺得 因為你把一些生意賣出來 如果不是就收拾了 收拾了就一大堆的廢物就出來了 其實我有時都想想 我應該拿回環保獎 其實你的生意 你做了整個千間的買賣 你有沒有追一下 其實他們的成功率有多高 一般來說 在香港的時候我們看回兩年的trap record 兩成到兩年內呢 倒閉 兩成半都會找回我們 又再賣出來 大概五六成都不找我們 不找我們代表好 但是呢 一件事很諷刺 為什麼會倒閉呢 原來經濟環境好 越多人倒閉 還是越少人倒閉 原來經濟環境好 越多人倒閉 為什麼呢 最大倒閉的原因 就是找到份工 舊公司老闆叫他回去做 他的樓角放不下 所以為什麼呢 就不再創業條路很難走 就回到溫暖的公司 回到投資銀行 這份工作更加好 所以經濟環境好的時候 反而創業更加困難 嗯 亭鋒有什麼看法呢 這個環保 其實我聽到這個問題 首先 這個問這個人 是香港人 他沒有寫是哪裏人 他的名字就不像香港人 因為其實我 如果是香港人 其實今天我們都聽到很多次 大家講開創業 講開生意 第一個夢想 或者第一個畫面 就是我們在內地 會不會賣得到 我們在大陸 這件事會好 賣會好 會很暢銷 嗯 其實我自己 不停聽到這個重複的 內地 可以啊 內地可以啊 其實很多時候 我覺得 生意 或者創業 首先不要想 內地 或者不要想哪裏 我今天來 是要說服 這裏7千人 我先想這裏先 先想香港先 不要說 環保 大陸行不行 環保香港 還可以做 更何況是大陸呢 那 但是我們先 看近一點自己 不要一來就去 想大陸 Hollywood 美國啊 哪裏 看近一點 我其實 剛才這個問題 我突然在想這個問題 我其實有兩個行業 我希望中國 永遠做不起這兩個行業 一個是製藥行業 沒有人吃藥 做 這是中國最需要的 第二 環保行業在中國 活不下去 中國的環保才會好 就是做這個行業 是希望這個行業滅了 中國人 再也不需要有人 有很多環保產業的時候 我們中國的空氣 才會好起來 嗯 好 好 多謝四位 各位 答問時間就剛剛結束了 已經是圓滿地結束了 那就再一次 多謝四位 嘉賓和我們分享 多謝馬雲先生 亭豐先生 方方先生 李錦廷先生 好 時間交給我們的師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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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